维持业务关系的好处包括 1.提高客户满意度 维持与主要供应商和经销商的业务关系 有助于企业维持客户满意度 进而影响服务品质 2.增加利润 忠诚的员工透过增加利润来使企业受益 3.更强的品牌形象 外部业务关系对任何组织都至关重要 因为它们可以带来更好的企业形象 提高品牌忠诚度和增加销售 建立强大的业务关系最有效的沟通管道 是面对面互动 电话、电子邮件和社群媒体 面对面的互动被认为是面对面沟通中最有效的方式 可以让人们建立更牢固的联系 两个实体之间的沟通和互动越多 业务关系就越牢固 特别是由于忠诚的员工可以透过增加利润来使企业受益 因此维持内部业务关系非常重要 此外,忠诚的员工有助于与主要供应商和经销商建立更好的关系 帮助企业维持客户满意度 进而影响服务品质 面对面的互动可以透过多种方式帮助加强业务关系 首先,它们为人们提供了个人层面上连接的机会 这有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理解 其次,面对面的互动可以交换非语言线索 例如肢体语言和脸部表情 这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意图和情感 第三,面对面的互动可以及时交换讯息 有助于促进决策和解决问题 忠诚的员工可以透过多种方式使企业受益 包括 一,提高生产力 忠诚的员工更有可能致力于工作 并付出额外的努力来实现业务目标 这可以提高生产力和效率 从而为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 二,更好的客户服务 忠诚的员工更有可能提供更好的客户服务 因为他们对企业的成功投入更多 这可以提高客户满意度和保留率 从而对企业的利润产生正面影响 员工承诺可以透过以下方式 对客户满意度和服务品质产生重大影响 一,致力于工作更有可能加倍努力 以确保客户对他们收到的服务感到满意 二,致力于工作更有可能对工作持正面态度 这可以转化为更好的客户服务 三,致力于工作更有可能了解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这可以带来更好的客户服务 大家 计念您的工作送ig 您就必须感觉到您值得 你们でき哪